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這個Samsung Tab A7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Samsung Galaxy Tab A7 所以盒子裡面有保證卡跟說明書 裡面有一根卡針 那這個應該是擴充記憶體用的 不是裝新卡 因為這一台是Wi-Fi版本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擴充MicroSD記憶卡 OK 盒子裡面還有一條白色的Type-C USB線 最後盒子裡面還有一個7W的變壓器 就是一個慢慢充電也可以充飽的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玩一下這個Samsung Tab A7 然後來看看它到底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再來跟大家分享 OK 所以這個Samsung Tab A7 我覺得它的大小還蠻剛好的 你看可以一隻手輕鬆掌握 我覺得還蠻讚的 那你如果一隻手拿著 然後一隻手滑 我覺得也還蠻輕鬆的 因為它的重量也還蠻輕的 就不會有什麼負擔 Samsung 預載的軟體還蠻少 但是它有一些就是你無法停用 也無法解除安裝的 像是有媒體瀏覽器這種東西 就是我想要解除安裝 然後用Google Photo就好 但是我沒有辦法解除安裝 我也沒有辦法停用 就有點麻煩 它就安裝一些垃圾軟體在裡面 這螢幕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整個旁邊有一個暗角 所以你在看白色背景的影片的話 你旁邊就很明顯看到有紫色的邊在旁邊 看起來不是很開心 大部分買平板的人應該就是想要它的影音體驗 就是看得爽 然後聽得也爽 所以我們的螢幕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的顏色鮮明 那它的亮度我覺得也還蠻亮的 那我們來聽聽看它的聲音如何 它的聲音整個大爆炸 聽起來整個沙沙的 我們來看看設定一下 剛剛聲音是開啟 Dolby Atmos自動模式 我們來看看如果把它關掉會怎麼樣 好吧 聽起來也是一樣沙沙的 那它的音量是超級大聲啦 但是它的音質我覺得不太好 我們把音量調小聲一點 看看會不會改善 這平板有四個喇叭 但是它的低音完全消失 不管是開Dolby Atmos的哪一個模式 通通都一樣低音都消失 那開啟Dolby Atmos 它就是讓它的高音 更清晰 然後更多層次而已 但是低音沒有 還是沒有 齁 這個平板這個奇怪的角落 有一個耳機孔 我們就直接插起來聽聽看 這個耳機孔算是蠻OK的 它沒有很明顯的底噪 那它的低音也完整的出來 肯定比這四個喇叭好很多 雖然它的解析度沒有很好 但是我覺得算是堪用 好啊 又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敲敲板現象 那它的鏡頭看起來 突出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它的敲敲板現象 我覺得算還可以接受 它沒有像手機這麼明顯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大 這... 還是有啦 但是就我覺得 沒有到太大的問題 這台平板有5G的Wi-Fi 就除了2.4G 它還有5G的Wi-Fi 我覺得還蠻棒的 這台平板電腦的效能沒有很好 所以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同時開YouTube又開一個瀏覽器 然後在那裡搜尋資料 你整個平板電腦會發燙 然後會超級慢 然後卡卡的 你如果跟我一樣會常常切換應用程式的話 那它就會這樣子閃一下 然後會lag一陣子 你才能正常恢復動作 它會卡卡的 就沒有到很流暢的切換 那因為這是Samsung平板 然後它跑是Android 11 所以我們有這個Samsung特別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應用程式鎖在這裡 讓它不會從記憶體裡面刷掉 就不管你開再多的軟體 它永遠都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快速叫出來 但是呢 你如果在這個情況 然後你再切換你的軟體的話 你還是會這樣子閃一下 我就覺得不知道它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那我發現Samsung的平板或是手機 他們還蠻喜歡挑線的 就是我拿其他品牌 拿它也支援快充 拿我的電源也是36瓦快充 但是呢 它上面就寫說我用的是傳輸線 然後它充電速度就會爆炸慢 它寫說我要充36個小時 我才充得滿 就是一個超級慢充電的概念 所以你就要看看你的線 到底符不符合Samsung的標準 不可能我也不知道它到底需要什麼線 你可能買一個附長的快充線 但是它就不讓你快充 很麻煩 Samsung平板我覺得還蠻讚的 就是它可以有這種懸浮視窗 然後你就可以有你的設定啊 然後你的YouTube啊 然後你又可以搜尋你的資料之類的 你就可以開很多視窗 然後同時在一個畫面中 看很多視窗 我覺得這樣子工作效率會比較高 但是它就是效率效能不太好啦 就是你看我現在開三個 然後YouTube也沒有在跑 我設定也根本不會佔什麼CPU 但是我這個瀏覽器 滑動的滑順程度 就一個卡卡的概念 反正你買一個便宜平板 你就是看看影片 你就少做一點事情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做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你就買Samsung的旗艦平板 S7 Plus 就不會有這些局限 這台平板算是還蠻可以客製化 就是你可以自訂很多很多細節的東西 讓這台平板更符合你的使用需求 像是你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增加你的資料夾 那你的桌面也可以增加資料夾等等 我覺得算是還蠻讚的 那旁邊還有一個小小視窗 讓你快速開啟你的應用程式 你就不用每一次就滑到首頁 然後再開啟你的應用程式 你從旁邊這樣子叫出來 快很多很多 那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客製化 就是你可以雙擊電源鍵 然後來開啟你自訂的應用程式 這是其他公司可能沒有做到的部分 就是它可能雙擊開啟相機 但是Samsung這個平板它可以雙擊 然後開啟你想要的應用程式 像是你可以雙擊 然後開啟Google Chrome之類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測試一下它的相機部分 那我已經發現第一個問題就是它 它切換直的跟橫的 超級久 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這個自拍鏡頭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美顏模式會一直打開 像是我現在直的拍攝 我把美顏模式關掉 那我一切換到橫的模式 它的美顏模式就馬上打開 然後我切換到直的 它又還是打開的狀態 結果它就是想要讓你用美顏模式拍照的概念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相機配置還蠻酷的 就是它有點像是把主鏡頭跟 自拍鏡頭位置對調 所以它自拍鏡頭照出來的品質非常好 那這個主鏡頭 就已經不叫主鏡頭 就是一個拍外面世界的鏡頭 它的品質就超級爛 而且它的自拍鏡頭位置是橫著使用的時候 是在上方的 所以就很明顯就是要給你視訊啊 或者是要上課 或者反正就是你要拍你自己使用了 那拍起來我覺得真的是效果非常好 那後面這個鏡頭就是拍攝外面世界這一顆鏡頭 它品質這麼爛 那它為什麼不直接把它做成平的 讓它不會有這種敲敲板的現象 反正它根本不是主角啊 它一做一個突出來到底是在幹什麼 很好 那現在這個就是平板收音的效果 就是不管你在線上課程啊 會議啊等等 你只要有收音的部分 這就是你聽到的效果 喜不喜歡就看你們啦 我覺得這台平板 非常適合你想要看影片的人來使用 因為它的螢幕真是超棒 就是又亮 顏色又漂亮 所以不管你看YouTube啊 或者是Netflix 整個都超完美 還有另外一種人 我覺得非常適合買這個平板 就是你需要自拍鏡頭非常好的人 還有它的收音效果非常好的人 都非常適合買 就你可能要線上會議啊 你需要有一個清楚的鏡頭 跟清晰的語音效果 這個平板真的是超讚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 Samsung Galaxy Tab A7 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讚 追蹤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在這個影片下支影片下支影片 可以看更多的 請看更多的 請看更多的 我叫Kai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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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見你下支影片 我會見你下支影片 拜拜 拜拜